寒露时节 嘉义县梅山乡举办高山茶品质竞赛 明年选出精致高山茶 当地茶艺协会也把握机会 分享推广泡茶文化的心得 黄澄澄的特等寒露高海拔精致茶 呈现在大众面前 让与会嘉宾品尝后赞不绝口 如何种出特等高山茶 业者大方分享 我们非常注重茶园的管理 一定要拥有机的肥料 然后制作好之后 烹焙的技术一直的修正 一定要赔到长色碧绿 才是高山茶的特色 嘉义梅山乡生活艺术节 明年举办高山茶品质竞赛 推出小泡茶师 茶艺师的证照 配合观光文化 示范烹茶 泡茶 饮茶技巧 让民众了解泡茶文化 各区都会有茶会 茶会我们自己就会练习 那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推广我们山区在地的产业 所以我们每一位妇女都出来 这个做这个茶艺的练习 然后就是做推广 游游高海拔的梅山公园 漫步在热闹的文化民俗活动区 品尝精致高山茶的香味 享受一下人生的乐趣 新唐亚太电视苏武雄张月英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